據外媒報導 日本央行可能會在 6 月的會議上 調高基準債券值利率上限 導致未來幾個月的日元匯率飆升 Yahoo TV 節目《進擊的荷包》 邀請到外匯投資專家 李奇展提出他的看法 李奇展表示目前日元存款 趨近零利率 投資回報率不高 至於前往日本旅遊 可依照出國時間點 計劃換匯策略 李奇展建議如果近期規劃出國 目前日元兌美元都在半年的低點 可以直接兌換 無需等到更便宜的價位 假如打算8月暑假才去日本玩 李奇展認為 最近可以換5成的旅遊金 採用分批換匯的方式 令平均成本降低